柔佛州选在新冠疫情下揭幕 那如今再传出有候选人确诊 代表国镇的马华番加兰州议席候选人戴华光 今天确诊染疫 他已经第一时间取消了所有实体竞选活动 接下来会在隔离期间透过线上来竞选 分秒必争和选民接触 确诊了肯定会有影响 但我有一个强大的竞选服务团队 他们会在后面的帮助我 我也会在家里做一些直播跟视频的工作 以我跟本地社区的联系 我会继续的努力打电话 向一些社会人士拜票 代华光也向所有受影响的家人 亲友助选团和民众来道歉 提醒大家谨慎防疫 他的助选团成员更是已经接受了病毒筛检 目前正在隔离当中 马华副总会长拿督陈德钦也透露说 代华光的健康状况良好 番加兰马华助选团将会给予全面的配合 党中央也会从旁协助 确保竞选团队全面的协助人民所需 希望选民给代华光一个机会 这一天 也会了护士市 带出唤人的程度 也会在这一天 没有人改变